我相信职场的教会是一个键 纵然我不会说这是唯一 但是我觉得这是绝对不可以少的一个键 我们谈了很多的职场 我们很多谈到职场的一些的各方面的事情 我都觉得很好 特别可以提醒我们在职场上怎么为主做见证 但我认为除非直到这个事情发生 我认为职场的改变不太容易 我们有很多的职场的一些的所谓的训练 当时就从专业角度 以前我们常参加conference 主要就是说在职场面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更新 有更多的发现 或者有更多的所谓的突破 当教会很讲究职场的时候 我们也说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场 怎么能够有效地为主做见证 但是事实告诉我们 这个效果并不太大 比如说那个的弟兄那个姊妹 在一个很高一个position 可能来说我们非常的欣赏 我们非常的羡慕 甚至我们感谢主 有这样一个弟兄 有这样的姊妹 或是在这个职场 或不能在企业界 不能在这个所谓的在政府机构 但是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这样的说 它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 或许说过去我们有些的 所谓的在这个国家最高的领袖 它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 那你要问的 不在于那几个人 不在于那几个很出色的 虽然为这个神这样的带领 做见证 我们感谢主 但我认为 除非我们每个人 绝对包括你在内 能够在职场上发挥它的功能 等一下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功能是什么 否则我们说 那靠那几个人要改变国家 我认为是很难 坦白说我们把这么多的期待 放在身上也不是很合理 神兴起的 不仅是那一个人两个人 其实神兴起是一个叫做一群人 那个一群人叫做教会 教会从来不讲是一个building 教会从来不讲是一个所谓的机构 叫organization 教会永远是讲一群人 这群人的特征 by definition 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accord out people 这群人被神特别的呼召 从某个角度是拣选 从某个角度是恩宠 favor在他们身上 从某个角度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责任 也放在他们身上 今天晚上我想 虽然是经文蛮多的 不 我想我不会用很大很多时间 可能这是我以后常常会提醒 特别在去年也好 今年也好 特别今年 在这个所谓有群 这个从对岸来的一些的职场的 这也叫月色恩高 我们在讲的题目的时候 我就越来越清楚 神给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过去说 在大陆有叫做三支教会 有家庭教会 后来人说 我们应该有第一个叫做第三教会 这群人也不是三支也不是家庭 这群人坦白说 蛮多是从海外回去的 包括大陆的人 蛮多是留在城市 所以这样我们就叫城市教会 因为这个对城市改变 因为对整个国家 他们对乡村的影响力也是很大 不过我越来越觉得不光是城市教会 我越觉得应该给它名字叫做职场教会 OK 今天晚上是从这个题目 我来讨论或思想 然后我真的很迫切地希望 弟兄姊妹为这个来祷告 让神对于这样的一个的 呼召要在我们这群当中 让这个呼召不只成为一个理念 更不要成为一个talk 我觉得观念很重要 我觉得论述很重要 但我觉得不执行的话 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 怎么执行 这是我们以后要努力 我请大家看一段经文 是在旧一的《撒加利亚》 第三章跟第四章 撒加利亚第三章跟第四章 所以我要选这些经文 否则太长了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一到五节 这是先知撒加利亚 领受了一个异象 就这群人从巴比伦被掳出去以后 现在回来 那神给他们一个favor 坦白说神给他们一个忌讳 甚至神给他们预备一些的材料 意思说他们可以回来重新的见店 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 坦白说是一个miracle 所以呢就在这时候 有一个叫做所罗巴伯 叫神掌 有一个叫做祭司 叫约苏亚 神兴起他们两个人成为一个负责人 所以有三个叫做受高者 一个叫先知 一个叫君王 一个叫做祭司 索罗巴伯 你可以说从神掌君王的角度 然后 约苏亚是一个祭司 这是受高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什么叫恩高 先知很重要 因为他带来神的心意 但是坦白说 没有这个君王 没有一个祭司 是不会有事情发生的 老公 当先知的预言 很清楚 指示的时候 当这个索罗巴伯 跟这个约苏亚 忠心的去做手 你就看见 一个神的心意就完成 OK 我们现在看这几个经文 第一节到第五节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叫醒我 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 基本上 撒加尼亚是在一个 在一个所谓的 一个异象的里面 这个人 他整个思想意念 已经被神抓住 他问我说 你看见什么 我说呢 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 顶上有个有盏灯 灯台上有七盏灯 这个我需要解释一下 每盏有七个管子 然后呢 旁边有两棵橄榄树 一棵在灯盏的右边 一棵在灯盏的左边 我问 与我说话的天使 主啊 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与我说话的天使 回答我说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说 主啊 我不知道 然后中间 有一段 关于索罗巴伯的预言 到了十一节 到十四节的时候 这时候 讲完这个事情以后 然后 撒迦又问 我又问天使 好像他开始懂得 那个灯台是什么 不过旁边两棵树 两棵橄榄树 他还是不是很准确 知道 这灯台左右的 两棵橄榄树 是什么呢 我第二次问他说 这两根橄榄枝 在两边流出 金色油的金嘴 基本上这个字 金色油在原来文字 不是 就流出金子 但是这样的翻译 我认为是很正确的 因为金子要流 还不太容易了解 基本上这个就 的构 就是金子流传 不过这边用了一个字 叫做金色油的金嘴旁边 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天使就对他说 你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吗 这是第二次 主啊 我不知道 他说 这是两个受钩子 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 我试着这样去解释 因为没有人可以准确说 这个金台是什么样子 不过从考古学的角度 有人挖出来的时候 这个金台呢 好像是这个样子 是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这个金台 当然就绝对比这个粗 这个考古学挖出来的 上面就一个碗 或是一个碾盆 看你怎么说都可以 就是一个容器 一个碗 然后这容器的上头 在这个旁边边上 会有七个灯 意思说 一个大碗 你可以说是一个大灯 但这个大碗 是由七个小灯组成的 这个的七个小灯呢 每个灯呢 后面会有七根的灯心 或者用这边叫管子 在一个灯上 所以你看到一个大灯 中间原来是七个小灯组成 然后每个灯呢 是有七个所谓的灯心 做管子 所以如果 那这个碗装的是什么 是油 这个碗就装油 所以呢 整个的碗 是装油 但是这个碗 碗上有七个灯 每个灯都有七根灯心 或者七个管子 就跟这个碗呢 连在一起 因为那个油 就可以跑到灯上去 然后呢 旁边有两个感染树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感染树 每个感染树都有个管子 就把那个油 就落在这个灯里面 所以当 这个 所罗巴伯看了以后 我相信他慢慢了解 不过他最后 因为这跟他有关 所以他一定要问清楚 那两颗感染树是什么 启示录也讲到 有这么两个见证人 解经家告诉我们 启示录所讲 就讲这两个 最后你要问呢 这两个人是何许 或许我们先从这个灯来讲 原来在建造的时候 这个灯 就是为主做见证的 就是发光的 就是影响这个事 这个灯 就是在这个世上 只做一件事情 让人知道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 一位神 原来在这个灯的里面 有许多的 或许多的 七代表完全数字 所以七七四十九 都是完全数字 所以整个里面 都是一个一个灯 都是完全 什么都完全 但有样是 绝对不可以少 就是点起这个灯的油 这个叫做恩膏 这个恩膏 从哪边留下来 从两颗感染树 这两颗感染树 从解经的角度 大概你绝对不会 一个感染树 是代表 所罗巴伯 另外一个感染树 就代表 约束 一个是代表 祭司 一个是代表 君王 大概十年前 我想应该 我提过这个 我跟一些同工 弟兄姊妹 叫我 我认为 当弟兄姊妹 在职场上 能够发挥 叫做君王 跟祭司功能的时候 是可以荣耀主的手 也是神 从旧约到新约 都用这个方法 包括在启示录 来见证这位神 所以教会 一定要恢复 君王跟祭司的身份 当我讲这话的时候 不是抽象 我一说 每个在职场的弟兄姊妹 就是各位 你一定要带出 君王跟祭司的身份 OK 为了时间关系 我很快把他带去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章 是讲到这个的 祭司 就讲到约书 你看到三章的 第一节到七节 天使又指给我看 大祭司约书 站在耶和华面前 然后撒旦 也站在耶和华的右边 与他作对 这解释的时候 有蛮多可以解释 不过我们很快 把他带回去 耶和华向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就是拣选耶路撒旦 的耶和华责备你 这不是从火里 抽出来一根柴吗 这是代表 约书亚跟这些被掳的 这些的所谓的神的百姓 因为他们都玷污了 被掳去以后 在巴比伦这个环境里面 被这个世界玷污 甚至有些就进到这个世界 从某个角度来讲 今天我们不是活在一个 所谓不幸的时代吗 我们不是活在一个 被巴比伦控制的 这个的所谓社会吗 不论各位在外面 所沾染到的 不论你有意无意 你算是神百姓 在这个环境当中 一些的价值观 一些的所谓的做事的方法 我们不知不觉 那用这个约书亚作代表 为什么撒旦可以控告他 因为他误会 不论他是故意的 不论是无意的 不管怎么样 他是误会的 所以从圣经话 这时候神把他抽出来 抽出来还是误会 好像抽出来一根柴一样 但神要做一件事情 为了让撒旦魔鬼不能够控告 为了让撒旦魔鬼的权势 不能够再捆绑神的百姓 相对的 让神的百姓 能够从撒旦魔鬼 那个捆绑那 能够被free出来 所以神要做一件事情 所以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 他的误会的衣服 又对耶稣 我使你脱去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衣服 我说 要让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等等 然后 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 耶华的使者 站在旁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 不论我们过去 多误会多软弱 甚至过去 我们不是拜菩萨的 我想在座很多人是这样 包括亚伯兰在内 他还没有被呼召出来的时候 他是在河的那边拜偶像 在约束亚那边记载 我们都是这群人过去 在黑暗当中 被误会 但神的救恩临到你 临到我 神就做一个 他能够做的事情 叫我们得洁净 恢复是神做了一个工作 当然今天我们很清楚 因为借着主的宝血 主的救赎 我们被恢复 这是一个神的工作 但后面 祭祀的责任是什么 耶华第六节 他这时候穿的滑衣服 可以站在神面前 撒旦魔鬼也难控告的 不过第六节很重要 耶华的使者 告诫约束亚 万君之耶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 谨守我的命令 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 看守我的愿意 我也要使你在战争当中来往 the point是在这里 约束亚这位祭祀 一定要明白神的话 而且一定要守在神的话里面 以至于他可以在人的当中 可以来往 这来往有两个 就不受这个所谓的 黑暗的权势拦阻 相对的来往 圣经每次讲的这个字 来往的时候 这代表他要执行神的任务 他可以自由出去 就为了要做主公 所以来往有两个 在你们在这 因为前面都只能够战役 所以他可以来往 意思是说 别人不能够被神用 只有这个人 这群人 约束亚才能够被神用 什么叫做 在教会恢复 祭祀的功能 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活在 救恩的里面 第二个 我们要活在 神的话语的里面 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 非常讲究神的话语 当然我更希望的 不是教会讲究神的话语 我们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准备讲道 什么叫解经 什么叫诗经 什么叫讲道 什么叫exegesis 什么叫hermeneutics 我常说我讲道是 飞回两千年 在那边待了一阵子 再飞回来 来告诉你 耶稣讲什么 我花了很多功夫 因为这是唯一 让教会能够活在 神的圣洁的里面 不再被误会 然后你要用神的坏 成为你工作 在职场的原则 我在说 不是那几个被神 选拽的那个出名的CEO 或是来个明星 我感谢主 神真的呼召他们 但是真正的影响 是你我 等我等一下 最后我再解释一下 这个运用是你 你要成为一个 明白神的话语的人 你活在旧恩的里面 所以不要再玷污自己 第二个 你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好叫你能够有能力 不再被所谓的 黑暗的权势扭曲 甚至你有能力 应该在来往当中 可以照着神的原则 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 不论你再来一个职场 OK 我再很快来谈谈 所以呢 这是讲到 这个约书亚 或是这个祭司的恢复 所以神的话语是must 不仅是知道神的话 你must 你必须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当然 整个救恩是你的基础 我们回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 这是讲到索罗巴伯的 第六节到第四节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 只是索罗巴伯 万君之耶和华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大山啊 你算什么 在索罗巴伯 那时候要重新见人是不可能 人笑他 甚至自己的百姓都笑他 看为这是一个大事 所以这边在索罗巴伯的面前 大山啊 你算什么 你必成为平地 他必搬出一块石头 安在殿顶上 这个叫做石像 好像像盖一个房子 最后你快盖到最高的时候 快结束 最后上那个什么大梁山 还是上什么顶上那个 就一个很大的建筑 最后这个叫 cap stone 就在上头 一个叫做所谓 corner stone 是在地基 这个叫cap stone 就表示 这个工程已经完成 所以只剩那一步 就是把最高的 那个屋顶啊 上面还有一根石头 就把它摆上去 就是 一说神的建造 是必定会发生 愿恩会归于这点 耶和华的话又领导 我说索罗巴伯手的 根基加索中 等等等等 谁藐视这日的日子微小呢 这七眼乃是索罗巴伯的眼 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建察权力 后面句话是有点难解释 见索罗巴伯手拿线陀就欢喜 那我们再来谈谈索罗巴伯 一个在职场 你站在君王的地位 你会有很多资源 当然你的才干 像礼拜天我讲到 一个成功很容易教 因为他有魅力 不要紧在这里 一个做君王 如果在职场上 你会带出改变的力量 除了神给你的原则外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改变 这个能力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不是靠势力 不是靠才能 一定要学会这个事情 势力这个字 是讲军队的打仗 才能 不是 才能是个人的才干 这两个有分别 所以势力就是军队打仗 那个might 那底下就做工 那个energy 那个叫做所谓的power 绝对不能够靠这两样 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要靠耶和华的零方的诚实 如果用到现在在教会 我们的俗语 或是我们 你在教会一定要知道 你在教会培养出来 学起来 你要知道神给你那一个 特别那份是什么 那个恩赐是什么 所以以福所书那边讲 你们个人蒙恩 得了一个所谓的力量 基本上那个蒙恩跟救恩也关系没有 那是得了一个特别的力量 所以有些英文翻成叫做Divine Power 或者翻成叫Spiritual Power 这个是什么 这个恩赐 读以福所书 找到那个征战的时候 每个人都蒙恩 就是个人所得的恩赐 牧师你这样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当你在职场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怎么用你的恩赐 当然是在教会你要知道你的恩赐 要训练你的恩赐 然后完了以后 在职场面用成 最后这是第三点我所说的 我们是一个有影响力教会 第一个 教会一定要知道 这个有影响力教会 它一定是一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祭司跟一个君王 那这个如果失去怎么恢复 其实这些人在做 我记得讲过这样的一个 分享过这样一个信息 是在2008的9月 不是我故意找的 不过我突然发现 我在2008的时候 那时候我还在做执行目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一起思想过 怎么叫做职场 不过那时候还不会知道 用职场教会这个名字 但是那时候我非常地清楚知道 我们的教会 每个人都要恢复 祭司还有君王身份 OK 让我这样地说 如果你在这个职场 你是做医生 当然你可能是外科医生 所以你进到那个病房 哎呀 伯母啊 晚上就是要开刀了 伯母说是啊 吓死我了 我从昨天晚上就到 现在都没睡着觉 你就跟他说 你赶快睡觉休息啊 不用怕不用怕 你的医生 你的医术 这个伯母 百分之外信靠你 不过他是怕 那怎么办 你要用你的恩赐 再讲用你的恩赐 为他祷告 为他祝福 他还睡着了 可能到病房 他还没醒呢 我常常用这个观念 如果有个弟兄或姊妹 你在教会 我在林安堂十几年 那我一定会问 你有什么服事啊 我是做师班的 我做招待 我说不不 你的服是什么 我是做师班的 牧师我跟你讲好几次 我在跟你说 在教会的服事 不叫服事 那个叫做家事 那个叫做 什么叫服事 你在外面 你是医生 带着一个mission 就是你的意向 一个负担 进到你的医院 你去那个地方 不是随便都可以去的 我不是医生 我最不容易 看病人 我在那边走了 护士都赶我走 不过你是医生 所以那个是你的职场 是你的kingdom 你在那边有你的主权 所以你进去以后 你就带个mission 在那边 要establish the kingdom of God 所以你是医生 我常说 神给你那个专业 是一个机会 尽量 那个专业 能够出名出色 是很好 因为可以吸引人 这绝对对 但是不见得会影响人 OK 你进去以后 然后刚刚我说的 你就问那个导 这个叫做什么 就do the ministry 圣经讲到ministry的时候 不是靠你的天然才干 本领做一些 是靠着神给你 那个叫call out people 神要你做那个责任 他一定要把 那个完成那个责任 那个叫做恩赐 那个恩典 那个力量给你 叫saving grace 跟saving grace 是不一样 OK 进到里面 你就问那个祷告 所以基本上 你带着一个mission 去到学校 去到医院 去到行政院 什么 你是带mission 然后在那边 有机会 就都得灭水 亲爱的弟兄姊妹 I call you a minister 你跟我没什么两样 之前有机会碰到 在一个教会 负责一个弟兄 负责一个机构里面 一个公司 一讲你们都知道 他是董事长 当我进去的时候 有机会 所以他主要的 有一个就一段时间 跟他几个主要的 所谓的同工 当然做基督 我们再去 所以我有机会 跟他们分享一些祷告 不过那天我去得早一点 他司机来接我 比较早一点 所以我就跟他聊聊 他就讲讲 最近的公司的事情 一些业务 有些需要改变 一些突破 那联网 因为这些 他是进到里面一年多 所以很多的人 还需要去调整 我大概听他讲了 十几分钟到二十分 我还有一句笑笑 我就跟他说 你跟我做没什么两样 你在公司处理很多事 我在教会处理很多事情 后面那个后发型要加盖 就让我头发也掉了一点 不过其实我做最多的 你在公司叫做管理这些人 我在教会叫做牧养这些人 如果大家听得懂 什么叫职场教会 不是你在那边有个高位置 很光耀 给人家羡慕 很好 为主专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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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的功能 是你在那个地方 做牧养的工作 以至于你底下有十个人 你就影响着十 有五十个人 就会影响着 如果底下有一百人 你的牧养 就是 你要知道 大卫 我们都知道 他的特色 除了会跳舞弹琴以外 他的特色是什么 打仗 我也同意 但他最 我们认为他最初的 他是牧养 他牧养这些强盗 他牧养这些土匪 至于把所谓大会的 kingdom能够建立起来 如果我在一个公司做CEO 但我不会影响我的同工 只是告诉我们 我的决定是准确的 我的眼光很准 所以我的业务很强 然后我的安排是很能干的 所以每样是人安排 但是我不能够影响 我底下的人 一层层影响下去 请问这个世界要改变 要到什么时候 感谢主 你是开个杂货天 感谢主 你是大卖厂做什么 感谢主 你是卖欧尖的 四周人都要被影响 怎么影响 牧养 圣经讲的一个很重要 如果那群人能够起来 也要挖手的木子 当彼得遇见复活主之后 耶稣问他 你爱我比这更深 那我以为后面有个大学问 你要成为一个大先知 大使徒 然后呼翁唤雨 没有耶 耶稣三次跟他说 牧养我的羊 因为这会带出影响 是生命的影响 因为这带出影响 是传承的影响 如果没有这个话 我这个CEO也好 我这个部长也好 我最多被你们羡慕 只是最多被你们拍拍手 他能够撑得住 在那边 我真正影响人 所以你就发现 很奇妙 或者很奇怪一件事情 耶稣不是什么大部长 不是什么CEO 但他影响人比谁都来多 Why 真正影响那十几个门徒 真是你看那十几个门徒 真是你看到 你看到这些人就会抓狂 不过耶稣就带领他们 所以我的point在这里 在后面日子 如果我带领教会 我让弟兄姊妹 一定 as an individual 个人 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 而且要照神的话原则去做 这是第一个 这样你才能够保持住圣洁 不再进到污秽里面 你所做的原则是照神的话 那第二个 你要带出一个叫做熟天的能力 叫做恩赐 你需要知道你的恩赐 恩赐不仅是用在教会 我绝对不反对 但是恩赐绝对要 开始要用在你的职场 你相信在职场会有神迹 其实发生吗 你像在职场 就是你那个 看到那块布 十几堆的布 大概十五 还是十四 我记不太 都是有问题的 其实它的品质没有问题 只是那个pattern错 你相信你可以把它整个翻转过来吗 以至于有问题的时候 你的老板跑来问你吗 以至于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 我负责不是这条生产线 因为讲话 董事或者那个工的厂长下来 要整个生产线改变吗 甚至到一个程度 有一个我的同事 也是一个部门的主管的儿子 他说Jim 你拜天都会到教会对不对 我说是啊 这是我去的地方 这次你去教 可不可以为我爸爸祷告 因为他爸长得老牛 亲爱弟兄姊妹 这是我对各位 我的一个期许 这是我的努力的方向 我也期许看到我们教会 每个弟兄姊妹 你的身上有两个身份 一个叫做祭司 一个叫做君王 你进到那个环境里面 你一定要相信 只要你那边待几个月 那个环境会改变 你只要待几年 整个的部门全都翻转 但我 其实我做事没有太久 我读完研究院 大概做事大概七年多八年 我就做传辆了 我怎么这样的说 神恩待我 这是绝对 但在恩待里面 结果是什么 我甚至说 这个东西 这样的一个project 不应该在这个厂做 其实我是在这样 我应该送到 从Boston 从这个Lower 就是Message 把这个部送到 North Carolina那边去做 有些人不同意 当时跟你有关联 觉得 跟我没有关联 怎么来负责这个 来叫我们做这个 但是当我的老板听完以后 厂长听完 整批部 整个以后 那个的东西 只要是那个pattern 全都晕下去 我突然发现 当然那时候也不太懂事了 觉得怎么会讲话 大家都听 厂长 真的 有一次出了问题以后 那个退货 还有我们 他退货以外 他已经做了这个 还要我们赔他钱 十几个人 从买原料到设计 到推销 到Marketing 我的老板找我去 长桌子 他坐在这边 因为他坐中间 只有一个空位 就是他对面 所以问问 吵来吵去 不是我真是他 好像打乒乓球一样 我在那边看了看 结果他收回来 他一排桌子 就讲粗话 他是Georgia的人 也是读研究院 所以我们有点可以聊 他看到我在他对面 他突然跟我鞠个躬 他说Jim Pardon my language 对不起 我讲了 他就坐下来 就说 那你听了半天 有什么意见吗 我真的没有夸张 我只是讲究 我认为这个问题 是这个问题 聚会就结束了 那个货就没有退了 而且继续跟那个做生意 我不太讲这些东西 因为这行边 从根脚来跨口 但是当我看到 这个地还在这样的 拖不改变的时候 我实在不能不讲一些 转化这个地 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不是哪一个人责任 也不是教会当中 哪一些是部长或是CEO的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 你一定要相信 我也讲个戏 好玩啊 那我们听听就 我刚出来以后 有一次我去检查一些东西 那所以跟一个部门的一个女班长 年纪不大 她可以做我妈妈 她每次跟我聊 就跟我聊一些事情 我跟她谈一些事情 有一次我说我要调个部门 所以我就用老美的话 I come to you to say bye bye OK 然后她就 然后就 我还怎么样 她很不舍的 然后就说 你不跟我说一声good luck 老美都喜欢说 祝我幸运 她突然转过身对我说 Jim You don't need luck You don't need luck 亲爱弟兄姊妹 我认为你有这样一个理念 有这样想想 这不是想想 你有这样一个把握 我真相信 你在职场那个地方会改变 我真相信 台北的职场会改变 两个责任 你是祭司 不仅要祷告 祖坛 都对都对 但是你一定在你的职场 要用神的话语 处理每样的事情 神的原则 第二个 你都对 你都尽力了 他真的说 爸爸很尽力 他是拿一个绳子 就两房子 那个叫做 大事小事 不过他就是大事 包括小事 他都不靠自己的力量 他靠谁的力量 他靠神的力量 两个恩膏 要不断地留在教会 这两个 当然先是不断地提醒 不断地鼓励 不断地有一些所谓的引导 是必须的 所以三样恩膏抽在一起的时候 这就成为一个有见证的教会 就成为一个见证神的金灯台 求神的恩膏 我今天讲得比较多一点 今天我相信我是被神的 你摸着一下 所以前面也带得比较久一点 我一定要把时间给一样 我们可以有些祷告 我们自己开口 我们站起来 从心为道 感谢主 让我们在这个灯台里面 我们是中间一个灯 不论你是第七个 或是哪几个 就你是中间 感谢主 你已经知道 要怎么把那个灯芯 放在油里面 放在一个大碗里面 感谢主 神给这个教会的油 是不断的 两方面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这个 约苏亚 叫做祭祀的油 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恩高 叫做所罗巴伯的恩高 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职场上 能够产生一个 转发的人 为这样的恩典 为这样的使命 为这样的责任 我们在神面前不仅感谢 我们在神面前也要占尽 如果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代 亲爱的弟兄弟 我可以大胆说 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这个世代 没有一个经济的果效 没有一个经济的system 没有一个所谓政策system 可以改变这个世代 只有你 只有我 只有教会 神的原则 跟神的能力 是必须的 我们靠谷同生来祷告 求神在我们教会 在这两方面 就看到更多的恩高 留到我们的当中 也更多给我们有机会 用这些恩高 来改变这个世代 我们靠谷同生来祷告 我们靠谷同生来祷告